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11集 题目叫做长糖生酮饮食 是未来人类饮食主流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正常饮食 正常饮食就是成分比例仿造母乳的 饮食也叫做长命饮食 母乳呢就是当我们婴儿十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给小朋友婴儿喝的母乳 汤水化合物占46% 脂肪占47% 蛋白质占7% 所以我们叫做长糖生酮饮食 正常的饮食就是长糖生酮饮食 汤水化合物应该占50% 脂肪占40% 蛋白质占10% 叫做长糖生酮饮食 也叫做正常饮食 为什么长糖还加上生酮呢? 因为我们葡萄糖摄取占50% 那么脂肪占40% 葡萄糖可以直接被细胞利用 可是脂肪它一定要经过肝脏 被这个肝脏分解成酮体 四个炭四个炭三个炭的酮 才能够取代葡萄糖 给这个细胞当染料 所以我们讲说正常的饮食 保命饮食 长命饮食 就是长糖生酮饮食 因为所谓生酮 就是少一部分的葡萄糖 一部分的酮 也是均衡饮食 正常饮食 长命饮食 什么人每天都在吃长糖生酮饮食 可是自己却不知道呢 就是小孩子嘛 喝母乳的婴儿 他们就是吃最好的长糖生酮饮食 长糖生酮饮食呢 不管你是吃素还是初婚 或者年轻人老人 都应该吃长糖生酮饮食 长糖生酮饮食呢 就是维持健康的不饿法门 我先来讲一下 这个素食 素食的比例呢 传统的素食 并不是长糖生酮饮食 它是吃这个米麦 米麦制品水果豆油脂 反而吃的最少 我以前呢 就是40多岁的时候 就是吃素嘛 吃错了 就是吃这种饮食 吃这种饮食呢 吃到最后身体出问题了 那我本身是做这个西医出生的 做加护病房外科 麻醉科急诊科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做急诊科太累了 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 发生这个四网膜玻璃 然后呢 再过一年就是 糖尿病很严重 糖化血色素高到13.5 正常是6.5% 血糖 饭前500 饭后高到1000 几乎到了糖尿病昏迷的程度 当然 我也不敢讲 全部是因为这个 就是吃素食吃错了 那不过我后来 用这个断糖生酮饮食来治疗疾病以后 我就非常肯定 是这样引起的 因为我以前吃的饮食 不是救命饮食 也不是 长命饮食 而是药命饮食 就是止滴这个低脂高糖高淀粉的饮食 那我左边这个图 就是错误的 被我打叉叉 正常的素食呢 应该就是倒过来 油脂要占40%或者50% 60%70%更好 好油 要吃的多 这个淀粉呢 反而要吃的少 像这种饮食啊 强调低脂的 强调吃蔬果汁的 这些都是错误的 所以呢 我们要吃 长糖生酮饮食 如果吃错了 吃出问题了 比方说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什么都出来了 那么就要吃低糖的 叫低糖生酮饮食 然后吃到 连低糖都不能吃了 都有糖尿病了等等 打一打素 吃这个 药都没有效的时候 大概就只好 做断糖生酮了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 粒腺体的四溢图 我们身体有40兆个细胞 一个细胞 有一两千个粒腺体 那么这个粒腺体呢 就是有这个引擎 可以燃烧葡萄糖 燃烧酮体 它们的比例 应该是葡萄糖占五成 这个酮就是脂肪占四成 这个才是正常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身体的 总热量来自脂肪的总热量 维持在40%到47%呢 我先来看一下我的示范 像我来讲 我早上我是没有吃这个米饭啊 面食啊 馒头啊什么 全部都没有吃 我就是喝油 这个Omega 3的油10cc Omega 9的10cc 369都有了 然后再加MCT 20cc 一共40cc 这个MCT是来自椰子油 可是呢 它跟这种 放在室温就会变 这个固态的是不一样的 它是在冰箱 MCT油是在冰箱 5度C 负5度C 才会变成这个固态 所以很多人讲喝椰子油 很多人以为 吃这个 吃油就一定要非油 吃椰子油 不可 还说 椰子油可以治疗阿斯海默症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椰子油 它不含这个必须脂肪酸 Omega 3跟6 Omega 340 Omega 6是1.4 所以几乎是不含 那么 我们这个椰子油 叶桂酸 它算是常电脂肪酸 含量45% 那么 它不是 中电脂肪酸 MCT是指这个 8个碳跟10个碳的脂肪酸 就是这个 8个碳跟10个碳 是不含这个 或是含量很少的 这个叶桂酸 才叫做MC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油 我们会加一些粉 蔬菜粉 上叶粉 各种蔬菜粉都可以 加粉的目的 就是要 让这个油溶解在粉里面 不会感觉到很油腻 然后再加一点Vitchin 再加一点果汁 酸酸的 醋 或者是各类的东西 我们是加杀鸡果汁 然后再加一点甜橘 天然的调味 然后再摇一摇 再加水 加了水以后 再摇一摇 血壳一下 然后再把它喝下去 好 那这样的话 比方说我自己来讲 我一个早上就吃了40cc的油 那么就很饱了 就不会想吃任何东西 得到了360卡 一天吃两次 就有80cc的油 这样 所以 我们是建议说 如果要得到足够的油 你的可见油 就是刚才前面讲的 眼睛看得到油 要吃到80cc 一个70公斤的人来讲 不可见油 吃到20cc 就是包括 坚果的油 炒菜的油 等等 那么 最少还一公斤体重 可见油 要吃到一cc 就是60公斤的人 吃到60cc 然后 总的摄取量 你差不多就是要到了 差不多 油脂 如果你吃低糖生酮的话 应该要吃到两cc的油脂才够 所以我们讲 Omega369饱和 像这个油 我一天是吃到100cc 哇 各位可能会觉得 怎么吃那么多油 会不会心肌梗塞 会不会血管硬化 等等 答案刚好相反 这样刚刚好够 我们看70公斤的人 一公斤体重 要30大卡的热量 一天 那么 一天呢 总的摄取量 大概是2000卡 2000卡呢 里面的40% 是来自油脂 等于800卡 800卡的热量 要来自多少的油呢 就是800要被酒除 因为一公克的油 会产生9卡的热量 所以大概是90cc 90公克左右 那么我一天吃100cc的油 就产生900纳卡的热量 一天的总需热量 是200纳卡 900被200球 就等于45% 所以说 一天吃个100cc的油 可见油 你所得到的这个 油脂的热量 不过是占45%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说 很多很多人 都是吃太多的这个淀粉 碳水化合物 可能占热量来源的 50 60 70 80 90 100 或者100多的 油脂几乎没有吃到 这样 这个就是会产生 一个饮食上的失调 这样 当然 有人会觉得 喝油那么恐怖 一吃到油就脏气 一吃到油就拉肚子 一吃到油就吐 就恶心这样 刚开始当然会这样 因为有很多人 他的肠味道 平常不习惯油 一吃到油 就觉得油不是好东西 就要拉掉 就要吐掉 那另外有一种油 我们台湾还没有很流行的 就是新兴果油 这个是原产制南美蜜卤的 一种 蔓藤类植物 他这个种下去 四个月就会结果 然后八个月就可以采收 年产量很大 比稻米还高 价钱又比种稻米好 所以这个台湾已经开始有人在种了 那么这个 这个Omega3 新兴果油含量很高 占Omega3占54% Omega6 33 Omega9占7.2 那么其他饱和的 反而占5.4而已 所以Omega369都很完整 这个我们预估会变成一个人类未来很重要的这个油粮作物 那么怎么样吃晚餐呢 午餐呢 就是吃这个蔬菜 蛋 蛋可以吃一个蛋白质嘛 一个蛋大概有60公克 其中48公克是水 蛋白质大概占6公克 还有豆腐啦 都可以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说 最右边的是淀粉 它水化合物很多的 中间的是稍微好一点的 左边是可以大量吃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这个尽量含糖的饮料 这个冰淇淋啊 一些早餐蛋糕啊 麦片啊等等 还有米饭 面食 马铃薯 地瓜等等 淀粉含太多的 就要小心 甜菜根啊等等 那么跟进类啊 像水果啦 吃一些些黑巧克力 是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蛋啊 还有各种地上的这种 绿色蔬菜啦 乳制品啊 坚果啊 其实都比较不受限 就比较含淀粉会少一点 那么我们强调说 要吃到好的油脂 要吃到足够的好的油脂 为什么呢 因为细胞膜 都是油脂做的嘛 大家看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膜就是两层的这个油脂 细胞膜就是两层的油脂 细胞膜 它不是死的膜 它不是基建膜 它是生物膜 这两层的细胞膜 都会在移动 会动 所以这个是细胞膜 要够柔软 我们的肠胃道 整个都是细胞膜覆盖的 人有嘴巴到肛门有三层楼高 那么肠年膜呢 肠细膜 绒毛 它大概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么我们这个肠道 就是肠年膜 就是两层的细胞 两层的油细胞 构成的 这个很薄 比如这个塑胶袋还薄 我们的肠年膜 如果好的话 油脂够 它就会很柔软 有弹性 能够给好应该进来的东西进来 不应该进来的就不能够进来 还有就是说 我们燃料一定要合理化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那我们的绿腺体 要的这个燃料 就是葡萄糖 百分之五十 铜体 油脂 百分之四十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加的话 加错的话怎么办呢 这样吃错怎么办呢 就好像说 一部车子烧柴油的 你就要加柴油 汽油的就要加汽油 这个柴油就好比是碳水化合物 汽油就好比是油脂 碳水化合物 油脂跟蛋白质的比例呢 我们吃的话要五十四十 十个十十百分之的比例啊 占热量来源 如果我们乱吃乱吃 就等于车子加搓油嘛 车子加搓油呢 在人体车子就是要故障抛锚嘛 那么人体的话呢 就是会产生新陈代谢疾病 长期加搓油 引擎会坏掉 引擎坏掉 就是细胞的引擎坏掉 就会产生疾病嘛 大家看这个细胞 细胞里面六十兆个细胞 一个细胞有一两千个 粒线体 粒线体就是引擎 它会烧葡萄糖 烧脂肪酸这样 那么油脂对我们身体 细胞膜很重要 就好像是 必须脂肪酸 就好像盖房子 建筑物的水泥一样 你脱工减掉 一定会影响品质的啦 就好像说盖栋房子 或者做水池 要用一百包水泥 你才用了两三 二三十包 那个建筑物怎么可能品质会好呢 所以说油脂吃不够 我们很容易产生肠肉肺肉脑肉 等等疾病 等等现象 这个叫做有肉 肠肉肺肉脑肉 这是一个示意图 如果我们油脂吃得够呢 肠肉肺肉脑肉就不会发生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 那么后来我发现 这个吃到足够的油脂 几乎可以治疗 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精神神经疾病 尤其是退化性的疾病 像四肢症 阿斯海默症等等 都跟这个油脂吃不够有关 这个是我写的书 我不承认人有精神病 神经疾病 神经疾病精神病 大部分都是油脂吃不够 好油吃不够坏油吃太多引起的 另外就是说油脂吃不够 很容易引起智力神经失调 那么智力神经失调 因为神经传导不正常 没有办法好好制造 制造神经传导术 神经的平衡 就没有办法同调同步共振 不和谐不平衡没有效力 就比较不能身心灵合一 没有办法神闲气定 没有质感力 所以说脑细胞有六七成的成分是油脂 油脂吃不够脑神经就营养不良了 整个神经就是传导异常 所以会产生这个手脚冰冷 手麻脚麻阴穴 起坐性阴穴 胃食道内流 消化性溃疡 大肠脊躁症 三肩半二肩半脱锤 心力不整 胸闷心悸等等 所以这个都是智力神经受损 脑神经受损的这个症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些忧郁症的这个患者 这个患者呢 他是很典型的失智症 他有恐慌 有忧郁 其实他年轻时候身体都很好 他后来就是太养生了 怎么养生呢 就是滴油不沾 人家给他买的菜 买的自助餐菜 他一定要用开水烫锅才肯吃这样 就完全没有吃到油 看到油就怕这样 那同时他有糖尿病16年了 也快洗肾了 就是阿斯海默症 好几个疾病混在一起 他第一次给我们看的时候呢 是这样 经过治疗两个礼拜后 变这样 就是说 他的这个阿斯海默症 整个就好起来 各种这个忧郁啊 精神疾病几乎都好了 你看他的这个脑波 上面那个脑波两个对比 他的β57变172 α波224变662 他整个脑波都变正常了 人也觉得很正常了 这样 他的智力神经活性也都变正常起来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他本来是要去做人工血管 准备洗肾的 他这个尿素大概是23 80 他正常是83 他23 他82 他计算肝也高 结果经过两个礼拜就掉一半了 计算肝也降低了 那另外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阿斯海默症 像这种 右边 左边那个脑波很低 治疗后 这个脑细胞就 恢复正常 症状也都解除了 像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都是一样 由左到右 他的这个本来就是自己感觉好像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油好好吃了以后呢 很快就好起来 好油吃到够 所以 像我们讲睡眠呼吸中止也好 几乎各种疾病也好 糖尿病阿斯海默症 眼睛快要看不到了 代谢症候型肾功能受损等等疾病 我们都是帮给他吃到好的油 长糖 生酮饮食 或者低糖 或者断糖这样 然后再加上清气阿 热疗阿等等 把他身体里面的酸跟GFG排出来 好这样的话呢 还有很多这个什么自体免疫阿 发炎阿 这个精神神经疾病阿 小孩子的抽动症阿 过动症阿 强迫症等等 其实都可以用 吃到足够的油脂哈 来得到缓解 或者甚至权益这样 大家可能会听了我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奇怪 怎么跟医生讲的好像不一样 不要说现在的这个 新陈代谢科医师哈 营养师或者护理师 或者是内科医师 他们大概都会像我一样 因为以前哈 我也是这样 我也算是一个专业人士啦 以前啦 算一个专业人士 后来我觉得一点都不专业 因为我都建议人吃药命饮食 怎么讲呢 一个患者 如果他三酸甘油脂高 我就叫他说 那你要少吃油啊 那么胆过醇高的人呢 也叫他吃低脂饮食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 还有HDL LDL 高密度低密度胆过醇 比利斯狠的话 也叫他说 你不能吃油啊 你要吃清淡饮食 那肥胖的人呢 也叫他你不能吃太多油了 其实哈 不是台湾而已 全世界 绝大部分的医师 都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越专业越错误 就是说 油没有吃到够 他们都不在乎 都觉得这样是正确的 其实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就是很为难 因为我们是强调说 人要吃到正确的油 足够的油 按照妈妈的这个 母乳的比例来吃 吃脂肪才会正常 可是这个讲法 常常被所谓专业的人士打枪 因为一般现在的这个西医 讲的跟我们讲的都 几乎是完全相反 我们是强调这个 Omega369一定要吃到够 可是呢 现在都说 要清淡 要低脂饮食 这个我们听了就不知道 要讲什么 那因为我们人 就是刚才讲的嘛 葡萄糖占能量的50% 脂肪酸占40% 这个才是正常啊 那么 就是一个 前面讲的一个车 一部车要好好加油 这个五神 这个四成 那么你现在这个油脂几乎都没有 细胞怎么会正常呢 这个就是 无法理解的 为什么大家会一直这样错误 错得这么离谱 还有素食的人 很多人有这个蛋白质恐惧症 其实 根本就不用怕蛋白质不够 因为蛋白质 它不是构成 它不是拿来当燃料能量的 不是拿来产生ATP 不可以产生ATP的 只有在有一些 某些特殊情况下 特殊器官这样 那么蛋白质在母乳里面 它是占能量的7%而已 那么我们正常人吃这个食物 蛋白质也不能够超过10% 因为蛋白质 它主要是构成细胞的成分跟修复的 所以呢 我们蛋白质 就是占7% 10% 不可以吃太多 吃太多人就会生病了 好 我们来看前面讲过 70公斤的人 一公斤体重要2000卡 那么蛋白质占10% 那蛋白质的来 来自蛋白质的热量要多少呢 就是10%乘2000 就是200大卡 200大卡的蛋白质 要来自多少公克的蛋白质呢 热量呢 就是200倍四处 因为一公克的蛋白质会产生4卡的热量 所以呢 我们一天一公克的好的蛋白质 按基酸完整的 其实50公克就够了 差不多算起来就是大概 一公斤体重 有这个 一公克的蛋白质就够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 它是 像这个肉来讲 它有20%的蛋白质 那么黄豆它有100公克 有36公克的蛋白质 豆腐的话有8公克 那么黄豆的话 它碳水化物也比较高 那么蛋白质 它不是用来做燃料的 它是用来做这个结构的 就好像我们防止的钢筋水泥一样 它是结构的 它是不能够用来当燃料的 它所谓结构就像这样 比方说这一块紫色的东西 它就是这个蛋白质构成的 它是一个通道 它是一个主动运速的这个通道 蛋白质构成的 那旁边呢 这些就是油脂 那么我们讲到蛋白质 不管是来自肉呢 蛋呢 还是坚果呢 这些奶啊 这些东西 或者是蔬菜的蛋白质 蛋白质其实不管来自什么地方都一样 因为蛋白质的基本成分就是氨基酸嘛 那么像这个有一个吃肉的人 提倡说吃肉减肥 吃了太多的肉 这个也是会产生问题的 比方说像这个阿金博士 他提倡吃肉减肥 结果呢 自己最后胖到117公斤 BMI很高 最后是肥胖高血压心脏衰竭 使以心肌梗塞 所以说蛋白质吃太多 其实蛋白质也会变成这个葡萄糖 比吃淀粉还更糟糕 这个蛋白质 我们就算是身体没有吃任何淀粉 那么这个蛋白质 身体的蛋白质还是会分解成葡萄糖 一天大概会有20公克左右 还有要强调一点的 就是说蛋白质是一个劣质的燃料 不是好燃料 那么我们讲这个葡萄糖 脂肪酸 它都是好的燃料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跟水而已 那么可是呢 蛋白质它分解的时候 会产生这个尿素 尿酸 胺 盐等等 那么你产生这个以后呢 就产生胺 就是阿摩尼 它要由肝脏来解毒 所以说肝脏不好的人 蛋白质不能吃太多 肝脏衰竭的人 尿素 阿摩尿太高 肾衰竭的人 也不能吃太多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的产生的尿素 是要由肝脏 肾脏排出去的 尿酸高 也是不能吃太多蛋白质 像这边有一个 一个个案 见证说 蛋白质是不能够吃太多的 2017年11月16号报纸 媒体有一个报导说 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小孩子呢 他妈妈因为是练健身嘛 吃这个高蛋白奶粉 低脂肪 低碳水 化合物的 然后就给这个小朋友 吃了三个月的 这个蛋白 高蛋白奶粉 吃到最后呢 这个小孩子差一点会没命 全身瘫软 这个贾力质低 电解质不平衡 类似这个恒乌肌溶解症 我们讲到蛋白质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动物性的蛋白质 像母奶啊 牛奶啊 蛋啊 这些肉是比较完整的 各种氨基酸都有 可是呢 豆类 它是缺乏硫氨酸的 骨类比较缺乏鲫酸 所以你吃 吃一餐里面 豆类跟骨类要 合并 要一起吃到 才会等于这个完整的蛋白质 这边最右边的是叫做必须氨基酸 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是氨基酸嘛 有一些氨基酸人体不会制造的 不会生成的 它是要这个 必须氨基酸 那么这个黎氨酸就是 骨类缺乏的 甲硫氨酸就是 蛋 就是这个豆类缺乏的 那么我们这个骨类缺乏的 比须氨基酸呢 跟这个豆类缺乏的 蛋白质里面的 必须氨基酸呢 甲硫氨酸 它是可以互补的 所以我们豆类加骨类 就等于 完整的肉类蛋白质 完整的蛋白质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吃米饭的时候呢 要有一些豆类 一餐里面米跟豆 不管你哪一种豆 骨类跟豆类要合并吃 煮这个糙米饭的时候 加一点豆去煮 这样 很多人以为 这个肉类 蛋才有很多 才有很多蛋白质 其实错了 大家看这个表 100公克来讲 那个蛋含的这个蛋白质 11加18 跟这个黑豆啊 黄豆啊 豆皮啊 比起来 你看肉类的蛋白质 其实并没有植物高 像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鸡蛋13 那么这些 豆腐啊 腰果啊 黄豆啊 30几这样 所以你看猪肉 牛肉 鸡肉 都是20左右 所以肉类的蛋白质 比较高 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还有植物性的营养 并不会不够 比方说 它的维他命C啊 铁啊 铁啊 钙啊 大家看这一行 植物性的营养 它甚至比动物性的营养还高 我们讲吃素 为什么要吃素 可以分成几方面来讲 第一就是人理学观点 人体生理学观点 第二就是生态环保 就地球的观点 第三就是切断食物链 毒物浓缩效应 因为我们这个海洋 是被人类当成垃圾桶 所有的垃圾都往海洋里面丢 所以食物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大鱼又被更大的鱼吃 所以我们这个食物链 最后人就是最高的摄食者 最高层的 就吃鱼 那毒物都浓缩在 我们人类的身体里面 所以要切断食物链 毒物累积的浓缩效应 我们叫Bio Concentration 你就是尽量是不要吃海里面的东西 不要吃动物的 因为大部分的鸡 这些猪等等 他们都是用这个 鱼粉什么来养的 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宗教观点 不杀生 比较慈悲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总结一下那个生理 人体生理学观点 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说 当然要吃素是非常理想的 是人类未来饮食主流 可是你淀粉不可以超过 每日总需要量到50% 蚝油不可以低过40% 还有第三点 骨类跟豆类要一起吃 它就比美肉类的蛋白质 还有就是不要煎炸 因为煎炸会产生油 蛋白质的变性跟致癌物 还有就是如果是吃奶 蛋素的人应该要补充一点 B12就是说蛋跟奶没有吃的人 可能会B12不够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养殖场 养殖场非常非常多的动物在这边 那么这个养殖场 事实上我们20磅的肉出来 要365磅的骨类 这个是非常浪费的 也就是说 温室效应最大的颜凶 除了是燃烧这个煤啊 这些石油以外 那么这个牛啊 细木叶也是很多 占很大量 因为你产生一公斤 公升的牛奶要消耗900多公升的水 一磅的牛肉要用16磅的穀物这样 还有就是非常浪费 因为全球40%的这个穀物 全美国70%的穀物都是喂给这个牲畜 也就是说 你吃一公斤的牛肉 等于要消耗掉 9公斤的穀物才能够提供一公斤的牛肉 产生很多这个二氧化碳啊 各种排泄物啊等等 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说我们要爱地球 就地球 爱地球的话 就要由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这样 那么因为你看这个用 种穀物吃五穀 给100个人吃 养牛的话呢 吃乳品吃牛肉 只能30个人 用穀物养鸡吃鸡蛋 12个人 用穀物养猪 吃猪肉只能把养到8个人 那么上面呢 就是我们介绍的 为什么要吃这个 速食的一个观点 大家如果想更了解的话 你就是上YouTube 搜寻一下 长命饮食 药命饮食 跟救命饮食 再把它跟这一章配合看一下 会更了解 那么今天这一章就讲到这里 长糖圣童素食是人类未来饮食主流 谢谢收看